今年是我們自2009年起 就是民建聯局副女事務委員會 第九年公布提防走光黑點的新聞發佈會 我們這麼多年來一直都收到不同的市民 就著不同的地點 一些走光的黑點投訴 今年第九年我們都除了一些新的黑點公布之外 大家的新聞稿都會看得到 我們都做了一個表給大家看 2009至2018年一些舊點的改善情況 我們今年也有些新的走光黑點 稍後會逐點和大家介紹 主要包括一些新的點就是 文娛和展覽場館 就是戲曲中心 例如大型港鐵站 交通工具 大型購物商場 甚至食肆都有 這些都是一些走光的陷阱 如果夏天穿著短裙的女士們 偶一不慎就會輪為被偷盔 或者偷拍的對象 甚至這些偷拍的照片 我們其實連年都一直告訴大家 其實網上是有些分享的 專門的群組網站等等 是會被上載公諸同號的 有很多照片甚至是顯示了受害者的容貌 所以放了上網之後 也都不斷散步 所以都可以說是永久在網絡流傳了 所以這些情況對女士們傷害很深 情況是不容忽視的 我們民建聯婦女節目委員會 其實一直以來都認為偷拍問題是嚴重 以及一直我們都很關注 也都要求一開始我們已經要求 政府就著這些偷盔偷拍問題 定立專門的法例 早前法律改革委員會就發表報告書 就建議新定一項規定罪 還有也都因為出現了 這個不誠實取用電腦罪 不能去控告一些用自己手機的偷拍行為 之後也都同意了 加多一項未經窮以下 拍攝群抵罪 我們民建聯婦女節目委員會 我們對這兩個建議 我們都表示歡迎 也都希望這些罪行 盡快列為性罪行 因為列了性罪行之後 其實在性罪行的冥冊 就可以覆蓋得到 我們也都請政府盡快啟動 這個立法的程序 希望可以對婦女提供足夠的保障 以及提高罰則 令到有足夠的阻嚇力 另外我們都留意到 報告書的建議裡面 是未包括偷拍女性空暴的 俗稱高炒空暴的行為 所以我們都明白 現在我們是急於立法 堵塞這個法律的漏洞 所以發改會未 在報告書裡面沒有的東西 如果我們現在說一定要加進去 可能都會面對一定困難 但我們都會提出這樣的要求 希望律政司那邊去考慮 總之無論如何都希望 政府進一步研究和盡快立法 大家都知道 今天我們的情況是嚴峻的 因為現在是面對法律的真空期 如果在私人的地方偷拍 例如家居、會所、診所、學校 甚至一些員工的休息室、浴室等等 其實現在我們是無罪可以執法的 所以我們希望律政司一定要加快去 草擬規人罪和偷拍群體罪 希望盡快可以立法 那麼現在我們立法會 剩下的時間 即這一屆的立法會 其實剩下一年多些的時間 其實就很急趕 我很希望可以在今屆的立法會裡面 完成這個立法的工作 而在未有新條例之前 執法部門就應該加緊巡邏 還有最重要就是提醒市民 尤其在私人地方 要盡力去留意 有沒有偷拍的工具 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針孔攝錄機 就是無其不有 很細的 希望大家也要留意 避免成為受害者 我現在將時間交給我兩位 蔡芬蘭和直潔玲 他們會為大家介紹 今次我們找到的一些新的走光黑點 和舊的走光黑點的一些情況 我先講一講新的走光黑點 我先講新的走光黑點 我先講新的走光黑點 我先講新的走光 這樣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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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就是戲曲中心 大家看到的設計 有很多玻璃圍欄 有很多玻璃圍欄 所以你看到周圍都是玻璃 尤其那些電梯 我們已經講過很多次 如果有長高的電梯 而扶手全部都是 只有玻璃的話 其實就是製造了走光黑點 但現在大家都看到 扶手玻璃 全部都是玻璃的設計 所以我們也有留意到這個設計的問題 然後繼續講西九集 西九集 那些細緣點 還有玻璃圍欄 其實大家都看到集中的圍欄 扶手電梯 這裏也是 然後就是九巴 九巴也是 其實設計很新 但這個就成為了一個走光黑點 就是玻璃的樓梯 這個我們就直接收到市民街坊投訴 就是在街道 在巴士站上被迫看到 一些走光的情況 所以就 我也收到幾多不同的街坊 拍照過來的 就是就著這個新設計的巴士 然後第四個就是那個灣仔會展 那也是那個扶手電梯 還有一些玻璃圍欄 第五個就是商場裡面 這個就是在廣威中心那裡拍到的 也是一些玻璃圍欄 然後就是朗豪坊 也是一些玻璃圍欄 有些玻璃圍欄 其實有時候很不為意站在那裡聊天 就會成為了一個走光的對象 然後諾富廣場 新世紀廣場也是 一些長的扶手電梯 還有一些透明的玻璃圍欄 海港城 這個就是那個反光的地板 也是造成了一個酒光黑點 然後就是一些餐廳 咖啡店 這個就是星巴克 這個重災區 也是一些透明的玻璃圍欄 在柏苓酒店裡面 有一間餐廳 也是一個玻璃圍欄 也是造成了一個酒光黑點 然後就是一些舊的改善 大家好 讓我講一講 一些舊的酒光黑點 到現在 目前為止 有些什麼改善的情況 相信大家都知道 以往舊的酒光黑點 多數都是透明玻璃的樓梯 圍欄 還有一些反光的地板 我們看看 現在舊的酒光黑點 有些什麼改善的情況 尖沙咀海濱觀景台 我說得比較快 因為比較多 尖沙咀海濱觀景台 其實它的玻璃圍欄 在樓梯那裡 其實就加了磨砂的玻璃 也看到是有改善的 另外 新都城中心三期 也加了磨砂間條的貼紙 就是防止在玻璃裡 看到走光的情況 另外Mega Box 也是 Mega Box 扶手電梯的玻璃 透明玻璃 也加了磨砂的玻璃子 但是它有些加了 有些就沒有加 另外 西慎的廣場 那個長扶手電梯的玻璃 其實也加了這些貼紙 部分的圍欄改善了 看到是有些間條的磨砂紙 另外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 它是部分改善了 只是在一層的圍欄那裡 是黏了一些貼紙 就是防止走光 那麼明顯看到 但是不是層層都改善了 這個也是有待改善的 我們覺得 另外這個星降機 玻璃的星降機 另外世貿中心 大部分的圍欄 其實都加貼了磨砂玻璃子 扶手電梯的玻璃 也都是貼了大部分 另外新城市廣場 小部分的玻璃扶手的圍欄 其實都是黏了玻璃子 但是也有大部分是未去改善 我們也希望盡快會有改善的空間 以及有改善的措施 另外中央圖書館的扶手電梯的玻璃 我們看到其實都已經黏了玻璃子 磨砂玻璃子 港鐵紅磡站的大堂 我們看到那些玻璃圍欄 其實已經黏了磨砂玻璃子 另外AFC的議期 我們看到有小部分的圍欄是改善了的 就是可能有人坐的位置 但是一些可能沒有座位的位置 我們看到就沒有改善了 磁雲山中心 扶手電梯 我們看到都黏了磨砂玻璃子 另外機場客運大樓的餐廳 我們都看到有些磨砂玻璃子都黏了 或者轉了去磨砂玻璃 在太古廣場我看到的反光地板 其實仍然是反光的 我們都希望可以盡量再改善 另外有些是完全沒有改善的黑點 例如新都城一奇 我們看到玻璃圍欄其實仍然是很透明的 很容易走光 Mega Box 我們剛才也說過有小部分是改善了扶手電梯 但是在玻璃圍欄 還有扶手電梯的玻璃 仍然是很透明的 太古廣場我們剛才也有說過 仍然是透明的玻璃 升降機也是 世貿中心我們看到 剛才也是只有小部分改善了 現在我們看到有些扶手電梯 還有一些玻璃圍欄 仍然是透明的玻璃 西慎廣場的入面 我們看到玻璃圍欄和扶手電梯都仍然 是沒有改善的 里遠的二期 我們看到也是玻璃圍欄 還有圓方廣場 圓方商場那裡玻璃圍欄 都是沒有改善的 新城市廣場的樓梯 也是有玻璃圍欄 還有扶手電梯 都仍然是透明玻璃的 用著 新港中心也是 仍然我們看到 都是用著透明的玻璃 是沒有加設任何磨砂玻璃籍的 還有九龍灣國際貿易中心 也是扶手電梯 玻璃圍欄 我們看到仍然都在用著透明的玻璃 中信大廈的扶手電梯 和圍欄都仍然在用著玻璃 沒有磨砂玻璃籍貼著的 港鐵的尖東站 樓梯 這個玻璃的圍欄 都是用著透明的玻璃 港鐵九龍站 閘內的樓梯 扶手電梯 圍欄都仍然是沒有改善的 Yohomo的扶手電梯 和商場裡面的玻璃圍欄 新世紀廣場 也是玻璃圍欄 商場裡面 黃大仙中心裡面的 商場的玻璃圍欄 黃濕寶也是 每一層的玻璃圍欄 其實都仍然沒有改善過 希臣廣場 成品那裡的扶手電梯 那條很長的電梯 和The One裡面的玻璃圍欄 港鐵中環站 預辦登基的位置 其實我們都看到 那個圍欄仍然是透明玻璃的用著 港鐵條景領站的圍欄 都是沒有改善的 下面都會看到 然後 麗芝國海麗商場 行人天橋那裡的玻璃圍欄 國際金融中心的二旗 玻璃圍欄 陶大商場裡面 每一層的玻璃圍欄 樂富廣場 也是 美麗華商場 也是 沒有改善的 扶手電梯和玻璃圍欄 也是 另外中環廣場的扶手電梯 太古城中心的扶手電梯 和每一層的玻璃圍欄 海港城 扶手電梯和樓梯 和玻璃圍欄 另外 Uniqlo 銅鑼灣的旗艦店裡面也是 扶手電梯是磨砂的 但是那個圍欄仍然是透明的 其實在扶手電梯我們都能看上去 旺角花旗銀行 我們看到外牆 是玻璃的外牆 另外銅鑼灣的Apple Store 香港之尊設計學院 我們看到仍然是沒有改善的 另外有一城也是 圍欄和剛才我們看到扶手電梯 樓冰場也是一個很高危的地方 I Square的扶手電梯和圍欄 另外IFC的Apple Store也是 它裡面的玻璃樓梯和玻璃外牆 另外APM 匯展 匯展的反光地板和扶手電梯 都是沒有改善的 兩紅方的扶手電梯 一些很長和很斜的扶手電梯 另外東匯城也是 好 好 大家都看得到 其實香港的走光黑點都十分之多 今次我們有些新的走光黑點 就可以跟大家簡單分析一下 譬如新樂城的氣曲中心和西九站出現這些走光黑點的情況 我覺得值得關注 因為這兩個都是新的大型的建設 譬如地鐵站 其實我們都跟 這麼多年來 我們跟港鐵已經說了很多次 在他們的設計上 應該關注到這些走光黑點的問題 因為港鐵是非常之多人偷拍群底照和走光照的地方 很多市民每天必經之路 也是人流非常之多的地方 而當他去設計新的站的時候 譬如舊站你要改善 但是新的設計站的時候 例如好像西九站那樣 當設計新站你都不去考慮這些問題 我覺得是說不過去的 因為這麼多年來都有人投訴 這麼多年來都有這麼多罪案數字 這麼多年來都有這麼多人被捕 但是如果你完全還是不去處理的話 我們覺得就是 完全是不顧及這個性別觀點角度去規劃一些東西 而氣曲中心就是政府部門去負責設計的 同樣它也是不考慮性別使用者的需要構成不變 我覺得這個也是說不過去 另外九巴 我想大家都看得到那個巴士 其實我們之前已經去信了給九巴 因為很多市民向我們反映了意見 九巴就回覆了信給我們 在四月的時候已經回覆了信給我們 他就說他們不會改 因為他就說這些新的設計 是將光線引入梯間 令市民更加容易看到梯級 也都說有助避免意外發生 我將這個答案告訴很多市民 市民都覺得這麼多年來都不是這樣的設計 都不見到市民會看不到那些梯級 而有很多樓梯上面的意外發生 反而市民覺得 你現在這樣做了這些玻璃之後 其實他們上落還要很不方便 也有些女士原本也覺得 穿裙子上樓梯已經很麻煩了 現在還要街外的人也有機會看到 他們更加覺得很不方便 所以我們會覺得 你要有新的設計 舒適安全的設計 給市民其實是應有之義 你不可以說上樓就安全了 但是被人偷拍就容易了 都是很合理 我覺得這個也是不考慮性別觀點 需要的情況 大家也留意一下 但是近年偷拍這些灰塞照片 以及這些灰塞照片 以及偷拍群體的數字 其實都有稍微上升 大家看看表3 我們都給了大家 其實從2014年至2018年 偷拍這些灰塞照片的案件 都是超過300宗 然後曾經跌過285宗的17年 但是到了18年又回到300宗 當中其中在交通工具 尤其是轉乘車站 車站上面 地鐵裡面 其實都佔超過三分一 每年都有百多宗 而當中利用手提電話的 大家可以想像 今天因為不誠實取用電腦罪 是不能去告用自己手機拍的照片 這些偷拍行為 所以譬如2018年288宗 用自己手來電話 在公共交通工具 或者轉乘車站 去偷拍的行為 究竟如何告呢? 如何告呢? 大家都看到最近這兩個星期 已經有很多宗罪 本來被捕了 如果我正在告不誠實取用電腦罪 去偷拍行為 已經被迫放生了 如果你在公共地方 還有機會可以用其他的罪去告 但是如果是私人地方 就不用告了 你就被迫放生了這些犯罪行為 亦都傳遞了一個訊息 是不是就是這段真空期 去偷拍就沒有罪呢?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政府必須要正視 而且大家都要記住 這些報了案的數字 其實真的是冰山一角 因為大部分被偷拍者 都不知道自己被偷拍了 而他們也不知道自己的照片 已經被上傳分享 又未必有人被捕 或者有人看得到有證人 所以我們現在 就是面對一個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仍然都是希望 希望大家去留意這些走光黑點的時候 也都懂得去保護自己 還有大家市民走過這些地方 如果真的看到有人在偷拍的時候 希望亦都挺身而出去舉報 我們仍然想提醒市民 不要以身示法 因為就算我們現在未有虧人罪 以及拍攝群底罪之前 如果你在公共地方去偷拍的話 仍然可以觸犯遊蕩罪 又或者公眾地方作出擾亂行為罪 或者破壞公共體統罪 最高有機會判處監禁七年 所以其實都是一些嚴重的罪行 最近我們經常說偷拍行為的問題 以及立法退虧人罪 也有很多市民說 有問我關於早前有藝人 在的士車廂被偷拍的事件 將來立了虧人罪 以及這個偷拍罪 是不是就可以搞定了 我們將來坐的士被偷拍 我們都會有保障 不會有那麼多人偷拍 所以我必須在這裡 都想澄清一下 其實這些在的士車廂的偷拍事件 其實本質上已經侵犯了乘客的個人資料私人 但是在這個藝人的事件上 私隱專員公署一直都說 未接受到有藝人的投訴 所以他們都很難再進一步去管 還有現在在車廂裡裝塞這個攝錄器材 其實也都存有這個執法漏洞 我們相信如果要保護司機的話 鏡頭應該是對著司機 就不應該對著乘客 如果鏡頭只是對著乘客的話 其實我就覺得是屬於不公平的收集 也有侵犯私隱之言 所以我們認為政府必須盡快去制定有關的政策和指引 還有大家都知道 私隱專員公署現在的私隱法例 私隱專員其實都是沒有牙老虎 就算說是有罪 那又如何呢 你都只可以警告 然後叫他不要做 但是被侵犯者、被偷拍者 已經被侵犯了私隱 這也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另外我們也關注到 有很多人士和團體都留意到 偷拍也不只是我們剛才說的情況 也有偷拍男女朋友之間 或者伴侶之間去偷拍一些親密的照片 又或者分手之後 將這些私密的照片去上載發放 甚至去… 如果他是恐嚇、要脅 還有罪可以告 但是如果他純粹報復行為 上載發放的話 就說今天仍然都是無法可依 亦都是無法告的 所以這個對婦女仍然都是欠缺保障 所以我們認為政府 應該按私隱條例執法 又或者再去研究新的法例 如何去進一步保障 這些上載發放私密照片這些行為 進一步保障女性的私隱 或者男性都包括 減低對私隱洩漏的傷害 這就是我們今次提防九州光黑點 以及希望盡快併立規人罪 以及偷拍群體罪的新聞發佈 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你有沒有說十二個行為是 高層比較短的地方 就是那些負責 其實如果是舊空前 都兩、三、三、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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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那個重災區 氣曲中心雖然是新的 氣曲中心提出來 一來有市民投訴 二來現在比較人少 但是最大的問題是 政府新的建築物都不考慮到這個問題 我們覺得是一個問題 但是我覺得這個重災區 其實是Starbuck 大家看一看 剛才是這個 這個咖啡店 大家看一看 就是 Starbuck 看到它有排長椅子 市民投訴是簡直是展覽館 就是被迫看的 如果你穿衣對著章坐在高椅上 其實你就會展覽 一覽無遺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 Starbuck 我們之前已經有酒缸黑點 譬如在沙田區有一個 那個是麥當勞 我們記得曾經 我們都已經公佈過幾個食市 黑點中的黑點 是對著街的 一些這樣的落地玻璃 然後就有椅子對著街 而坐的這些黑點 應該是麥當勞 也有Starbuck 不知道有沒有 但是已經公佈過 也都即刻作出改善 但是我們仍然看到 一些譬如食肆 這些譬如咖啡店 仍然都有這樣的設計 我們覺得他們應該特別留意 因為我們之前都已經說過 這個是很嚴重的黑點中的黑點 但是仍然都有這樣的設計 我們覺得不太合理 希望在安排上做得更好 因為很多人都喜歡對著張座 就算你把椅子不是對著窗 他們都會搬去 把椅子對著窗 穿著穿著坐 尤其是他更高了些 我們上次在沙田有一個 應該是麥當勞 我忘記了 是麥當勞 麥當勞對著街的落地玻璃 都不是高的 只是眼層 但都很嚴重的一個 走光黑點的展覽場所 所以這些我都覺得 我們是應該要去處理的 還有另一個就是 對狗巴的回應 我們都很不滿 因為我們當然樂於 接受創新實用而美觀的設計 他是這樣說 但是我們都希望 設計是真的 對女性來說是安全的 我也很擔心 他覺得沒有問題 於是全線所有巴士 自私都換了 這樣的設計 叫女生不要上樓上坐 這個情況就是這樣 你剛才還問 我們當然都是覺得失望 因為我們會見到 有些商場即時改善 即是有些地方即刻就改 有些就改一些不改一些 有些就直接不肯改 那對完全不肯改那些 其實我們仍然都是繼續收到投訴的 所以我們都覺得 其實任何的機構 都應該考慮 如何保障他們顧客的安全 其實每一次我們公佈 這些走光黑點 我們都會出信給相關的政府部門 又或者那個機構 就要求他們改善的 那麼就有歷年來 有些機構是會回覆我們 有些就說會改 有些不會改 那麼我們都會去跟進 那麼就有些 簡直就是不回覆我們 但是政府部門 多數都回覆的 我們之前提出過 譬如一些圖書館 泳池那些 其實都很快去作出改善的 那是否被我們公佈 還沒有 這個我們還沒有出信 但是九班我們這次已經出信 出信了 出信了嗎 還沒有我們會出信 那是否經常 都連幾兩年都有上網 你們有沒有跟一些公佈 有接觸過他們 怎樣回應呢 還有有沒有一些商場 或者其他地方 連續很多年上網 但是他們都還沒有回應 有沒有人理解過 為什麼呢 他們不回應 那些呢 我們都很難理解他們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不回應 那麼我們都因為 點這麼多 我們也都 沒有可能說 逐個點去找個管理層 去問他們 但是有些 譬如港鐵那些 因為 我們有時候 立法會都會見到 港鐵的人 或者有不同的場合 會見到我們都會問 是不是 就是會再三要求他們 去改善 至於你說機場呢 對 有些人就會打電話來 問我們那個情況 我們提出了 有些人就 我們拍照的點 他就改了 我們沒有拍照的點 他就不改了 對 狀況就是這樣 剛才你說 那些人在廠方街 收到齊全街 可否具體的 收到一些投訴 我們有些市民就說 因為 他那個 他是對著路的 大家看看 他是對著路的 那麼 你有沒有看到 那裡有紅綠燈 那些市民 不是會在對面街 站著等過 紅綠燈嗎 是 站在那裡 對著街 等過綠燈和過馬路 當馬路要專心 就看前面 但你等紅綠燈的時候 沒有事情做 你會到處看 當你到處看的時候 有些街坊 不是說被迫看嗎 就是 咦 一抬高頭就看到了 那麼 我也不想看到這些 走光的情況 但是我站在那裡等車 對面就對得正 一正 就會看得到 所以這個就是多些人投訴的點 就是很多人都說 走過就會看到 等過馬路又看到 那裡 我們今天公佈的那些新的黑點 我們現在會出信 今天會出信 就是這兩天會出信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是 其實我們公佈走光黑點 就是其中我們認為 可以做到的 宣傳推廣教育的工作 就是 再三提醒 就是 女士們要保護自己 再三提醒 市民不要以身事發 是不是 還有再三要求 不同的機構 要考慮性別的觀點 以及如何進一步 保障婦女 這也是我們每一年 公佈這個 走光黑點的理由 當然我們不是公佈走光黑點 就叫你去那裡 就是拍酒光照 是不是 以我們過往的經驗 就是 每一個這些黑點 我們公佈了之後 其實 在這個黑點裡 人們就不太敢去那裡拍 因為 很多人留意著 這個已經是黑點了 你還拿著相機 或者拿著電話在拍 就會 人們走過 要特意收起電話 怕被人誤會 你去拍這些偷拍的照 所以我們覺得 這麼多年來的公佈 其實都是有效的 還有我們也是 這麼多年 我們也是不斷要求 政府去修訂專門的法例 可惜 可惜就是 政府一直都 沒有聽我們的說法 要求 一直都是認為 不成實 取用填老罪 就可以搞定了 終於 中審法院 判了之後 他們現在才急趕 我希望他們急趕 快點立法去填補這個漏洞 我們也有拍過一些片 去年 放在網上 進一步去呼籲 大家 提防走光黑點 以及不要做偷拍的行為 我覺得仍然有這樣的可能性 現在的情況就是 應該六月份 就在司法委員會 我就出了信 就要求司法委員會 和保安委員會 就join panel 或者不join也好 你司法都邀請保安委員會 一起就著虧人罪 和偷拍群底罪 去做一個討論 專門的環節 的一個討論 還有可能邀請相關的 跟開這方面的組織和團體 上來去交流 希望可以縮短這個程序 一次過在立法會上 得到立法會議員的共識和支持 我亦都呼籲政府 同時間 不要再等了 現在應該已經是 草擬那個法例 我也聽聞他們應該是 草擬那個法例 如果立法會也有共識支持 跟著政府又草擬的法例 我希望過了暑假之後 回來政府就可以盡快把法例 提交上立法會首讀 然後開法案委員會 如果說得及 如果法案委員會 不是有太多技術問題的話 希望可以說得及 在未來一年的立法年度 可以通過 我想問問 九巴有幾巴士 有多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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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資料 可能要問九巴 我不知道有多少架 可能不止一架吧 那一架是哪裏的 我們現在收到 這是屯門那邊投訴的 有沒有說 有女士說被偷拍報警察 發言是因為罪行進不到 你說九巴嗎 不是 整個是 沒有 我反而有些女士說 懷疑自己被偷拍 但是她又捉不到那個人 又沒有證據 當時又很害怕 就是這樣 她懷疑自己 我收到一兩個這些 就是她懷疑自己 是被人非禮 或者被人偷拍的 但是當時她又很害怕 之後那個人就走了 所以 因為我們現在說 規淫罪 偷拍罪 我們就收到 一些市民 支持 希望盡快立法 我也收到幾多市民 希望可以盡快立法 還有想問 是09至18年 有多少人一直都沒有說 最多投訴 這個我要解釋一下 因為我們09至18年 我要找那個列表 因為我們這次是全部 一次過看完 大家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如果沒有 多謝大家 有沒有朋友遲離 需要補照 有 沒有 我去補照 神看 神明 神 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